第二卷《贫沙茫茫黄入天》 第一章《汉海边缘流沙集》 吸入死亡汉海的最后一个急阵 出集之后就能看到茫茫沙粒 荒凉沉郁 少数集从顽强又扭曲的绿色 不仅不能带来生的脉动 反而衬托的戈壁苍茫死寂 西域乃大境 北周西面广袤地域的统称 实际算不得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自出玉门关后 几百上千国家灵力 沙漠戈壁处处 其中光是纵横万里的大沙漠 大戈壁就有死亡汉海 藏神沙漠 西极荒漠等好几处 而他们腹地又不乏绿洲暗河 形成了奇妙的异域风情 前代有游历西域的外景高手曾经说过 西域可以说是沙漠 戈壁包裹着绿洲与国度 也可以说是无数国家之间夹杂着沙漠和戈壁 唯一的例外是北面的大雪山 它自无尽渊海起 至玉门关址 延绵不知多少万里 贯穿了整个西域 九位仙尊之灵目 镇压住了无尽冤海 持剑六派之中的雪山派 据说就是世代相传的守灵人 发展壮大而来 夹杂着沙漠的狂风如冰刺骨 刮向流沙集 让这处急阵笼罩在沙尘之中 势不及三丈 尔难闻八方 这就是沙尘暴马 从未经历过的孟奇 紧了紧厚厚的僧袍 他倒不是怕冷 而是觉得 沾满尘土沙漠后 就没有了潇洒飘逸的气质 像是个牧羊的老头 自秋高之时离开少林后 悬碑一直不紧不慢地赶路 给前往其他宗门 说明此事的僧人 留下宽裕的时间 所以 到了阳春三月 师徒三人才抵达了流沙集 而西域的三月 依然寒冷如颜冬 真会睁着一双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身边弥漫的沙尘 看着周围被沾染的 颓废暗淡的树木 看着那一头头 晃荡着铃铛的骆驼 不时发出小声的惊叹 吉上行人稀少 住在这里的人们 已经回了各自家中 以躲避狂风沙力 只有行商 游侠 驴者等 还在顶着风沙 往吉上唯一的客栈走去 师兄 他们长得和我们不一样啊 真会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 不少行人高鼻深目 发同异色 陷于中原百姓 更有甚者 头伸双脚 眉心开眼 壮似妖物 孟奇看得目不暇接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真会 阿弥陀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自有不同之处 而部分西域之人 号称神魔后裔 难免有特异形状 玄碑诞生说道 前者是指正常的西域人 后者是针对那种 头伸双脚 眉心开眼的一人 神魔后裔 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孟奇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莫非六道轮回之主的兑换谱上 还隐藏了神魔后裔等血统选项 风沙其至 玄碑身边却鲜尘不染 微笑道 当然有的 说话间 仕途三人已经抵达了客栈 这是一间外表陈旧 布满风沙吹打痕迹的三层房屋 尚书汉海第一家 迈步走入客栈 孟奇当先看到了柜台 她就在门边 上面凌乱地摆满了纸张 毛笔和帐簿等物 掌柜是位穿着黑色衣裙的女子 她二十七八岁 做妇人打扮 柳眉凤眼 容颜娇艳 如同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 充满了女人味 引得来往客人或明目或鬼碎的打量 她右手支着下巴 懒洋洋地看着帐簿 被黑色衣裙衬托得愈发雪白的脸上 表情冷淡 仿佛全客栈的人都欠了她一百两银子 阿弥陀佛 掌柜的 住店兼用餐 作为相对比较靠谱的那位弟子 孟奇上去说道 其实她很想 直接称呼老板娘的 可惜师父在后面看着 黑裙女子头也不抬 爱里不理地道 五两银子一碗 用餐另算 我X 你抢劫啊 孟奇很想教育一下 她什么叫顾客是上帝 可惜师父在后面看着 想着这里只有这家客栈 连破庙都没有 属于垄断行业 孟奇回头看了师父一眼 见她轻轻汗手 于是从包裹里掏出银两 放到柜台上 十五两银子 三间房 只有两间 黑裙女子 还是爱里不理 孟奇觉得没有问题 师父一间 自己和真会积极就过了 反正这一路上 风餐露宿的时候也不少 现在有两间房不错了 好的 这是十两银子 两间房 她伸手就要拿回五两银子 黑裙女子斜眼看着孟奇 按人头算 孟奇嘴角抽搐了一下 很想教她怎么做人 可惜师父在后面看着 征得了师父同意后 孟奇点头道 十五两银子 两间房 黑裙女子慢悠悠将银子拢了过来 眼皮也不太地道 二楼靠西边 没锁得两间房 自己去 不要以为你是大美女 我就不敢打你了 可惜师父在后面看着 孟奇不知多少次如此怨念地想着 这是一路上养成的下意识念头 客栈大堂内 摆着二十几张桌子 全都坐满了人 有划拳喝酒的 有高谈阔论的 有低声思语的 沸沸扬扬 好不热闹 这些客人 有的紧身短打 一看就是练家子 有的脸线风尘 细节处却带有富贵气息 有的一袭如袍 虽处喧嚣杂之中 亦有几分读书人气质 有的则包着头 长袍照身 做沙克 打扮 大敬百姓 将常年穿行于西域沙漠戈壁中 讨生活的人称为沙克 里面步伐马匪强盗 悬碑带着两名徒弟 穿过大堂时 不少客人都隐蔽地瞄了一眼 看不出特殊后 又收回了目光 继续着自己 制造噪音的努力 呜 呜 呜 哈哈 三个六 喝三碗 娘的 怎么又输了 这样吵吵闹闹的环境中 一位看起来 颇为年轻的男子 抿了口酒 皱眉将碗拍下 齐声高喊道 掌柜的 你们这酒不够烈 难道掺水了 顿时 大堂内一切声音 戛然而止 滑酒拳的 扔头子的 说话的 喝闷酒的 吃菜的 都像时光凝固了般 短暂保持着原来的动作 可能是掌柜 也可能是老板娘的 黑裙女子抬起头 柳眉倒树 信念圆瞪 爱呵呵 不喝滚 扑 梦琪差点喷出唾沫 这老板娘真有个性 那位抱怨烈酒掺水的 年轻男子 完全没料到 会是这样的回答 一时傻乎乎地 站在原地 哈哈 僵硬般的众人哄堂大笑 似乎早就预料到 那年轻男子 会是这样的待遇 哈哈 笑死我了 居然有人打吼酒娘 别和俺说话 俺眼泪快笑出来了 哪来的青头小子 酒娘哪里是酒里掺水 明明是谁里 嗯嗯嗯 别污我的嘴 不污你的嘴 你想被轰出去啊 或者喝一盆酒娘的洗脚水 年轻男子估计是 第一次行走江湖 面对这种状况 除了一张脸仗的通红 发怒也不适 忍下也不适 好在有经常行走于此的老江湖 是他的同伴 起身在他耳畔说了几句 规劝着他重新坐下 这年轻男子埋着头 咬牙切齿 可却不敢发作 看得孟奇颇为讶异 走上楼梯后 行于前方的悬碑突然开口 与其中少见得带上了几分笑意 娶酒娘 身世不明 十年前到此开了汉海第一家客栈 初识孤身一人 且容貌出众 引来了不少麻烦 但所有敢打他主意的人 是轻重 有陈诗集外的 有裸身挂于客栈酒饭上的 无疑幸免 之后麻烦减少 都知道了娶酒娘不是好惹的角色 怀疑她是外景镜的高手 外景镜 她到底多大啊 孟奇吓了一跳 同时暗暗赴飞 师傅 说到陈诗集外时 你可没有表现出慈悲之意 烦心未泯啊 悬碑踏上最后一届楼梯 大概三十五六把 为师妹用天眼通看过 不太清楚 嗯 保养得很好嘛 不过这种外景镜的高手 或许再有十年也是这副模样 孟奇轻轻点头 到了客房外 悬碑转头 对孟奇和真会道 为师得做晚客 你们也不要放松 是 师傅 两人恭敬回答后 推门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内只有一床一桌两椅 陈旧却并不脏乱 孟奇和真会没有多言 一座鱼以一座鱼床 开始打坐用功 孟奇没有练习别的功夫 而是一手阻鞘 真气上行 缓缓刺激着这处玄关 这差不多半年里 孟奇已经将眼翘 剩余三处翘学凝练完毕 只待这几天调理身心后 找个机会服用天聪丸突破 他的捕风捉影 已然入门 一经断骨片 也练完了前面几段 哪怕境界没有突破 金钟罩 罗汉权等武功 也凭空增加了三成威力 更为可喜的是 修炼 一经断骨片后 孟奇在凝练翘学时 感觉容易了不少 甚至连那虚无缥缈 若隐若现的眼翘 似乎都能把握到少许了 所以 孟奇才没有在翘学凝练完毕后 匆忙服用天聪丸突破 而是耐心地继续修炼 一经断骨片 直到最近 眼翘越来越能把握住 才开始准备突破的事宜 这一次 孟奇自觉把握不小 而唤醒大法 孟奇最开始修炼时 根本毫无反应 一变下来 整个人会非常疲惫 精神变得困倦 但随着时间推移 每日坚持 以及一经断骨片 缓慢地改善自身 孟奇渐渐有了眉心发胀 似有事物在酝酿的感觉 这是好事 但也不是好事 因为它是眉心阻鞘 被刺激后产生的幻觉 若是沉迷于此 很可能走火入魔 不过出现这种幻觉 也意味着孟奇唤醒大法 开始入门了 于是 孟奇收敛住精神 对这种幻觉不闻不问 依然按部就般地修炼着 紧闭的眼前黑沉沉一片 宛如混沌 孟奇似醒飞行之间 忽然感觉真气渗入一丝 混沌顿时裂开 有一物缓缓升起 圆滚滚 惊陀陀 然后大放光明 光芒一现 孟奇眉心一掌 脑海里隐约浮现出周围的画面 一桌一床两椅 小师弟盘膝于床 茶壶茶杯摆在桌上 这种感觉一闪而逝 孟奇眉心胀痛 不得不停止了修炼 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 所见虽是原来场景 却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哈哈 孟奇内心颇为得意 这属于寒时的水准 能够通过眉心阻峭的原神 感应到周围之物 并轻微地干扰别人的感官 寒时武功不高 唤醒大法小成 足足用了七八年 孟奇半年而成 自然得意 而且一旦小成 有后面的修炼篇章 孟奇有信心 在接下来一年内 唤醒大法圆满 如果去兑换相应丹药辅助 那会更加快 说不得三四个月就可以成功 主世界修炼 确实比老段他们的世界快很多 孟奇疑惑起身 然后左顾右盼 准备开始第103次逃走的努力 自己现在唤醒大法小成 当能让师父的精神锁定 出现纰漏吧 他运起唤醒大法 眉心阻峭发胀 精神外散 裹出自身 接着小心翼翼地走向门边 师兄 你要出去玩 怎么不叫我 真慧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孟奇的笑容顿时僵硬在了脸上 第二章 哭老人 迅速收敛起表情 孟奇转过身 一脸严肃地看着真慧 师兄 我只是下去吩咐晚善 小师弟啊 你正式突破到续气大成的关键阶段 怎么能老惦记着玩 快加紧努力 真慧与年华指 确实非常相和 差不多又到了突破的时候 这份速度 在历代以来修炼年华指的僧人中 能排进前五 真慧重重点头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孟奇 师兄 我要吃烤羊腿 哈哈 这里什么都不多 就羊多骆头多 孟奇大笑回答 在真慧重新开始打坐练功后 夺到走廊 反手关上房门 内心默默地想到 小师弟啊 师兄这次 恐怕不能给你点烤羊腿了 日后若有缘再见 补偿你实质烤羊腿 他也知道 从师父身边逃走的可能很小 但做人总得有点希望啊 得乐观 而且这么多次尝试逃跑下来 斗智斗力 他自觉收获肥浅 等同于一场艰苦的修炼 师父估计也是存了这方面的心思 才没有告诫过自己不能逃跑 与自己玩着这个游戏 当然 若真能逃跑 孟奇也不会放弃 盖茵自己似乎被戒律院盯上了 又有六道轮回之主的大秘在身 习练的武功多有特殊 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 非常危险 能早点离开 自然是早点离开好 所以 孟奇继续精神外散 包裹全身 向着楼下摸去 他的步伐小心翼翼 生怕惊动了师父 同时乐观地想象着 逃脱之后的生活 出了流沙集就往回走 只要入了看离城 师父就找不到我了 到时候 去真武派找张师兄 他为人旷达 重情重义 当不介意我投奔 而且他的家族 乃真武派俗家三大姓之一 我跟着他混 肯定不愁灵草丹药的来源 等开了四窍 就正式行走江湖 寻觅宝藏 闯下自号 可真武派是五道大宗 人多眼杂 与少林关系又非常不错 稍不留神 就会被人发现身份秘密 引来诸多麻烦 而且寄人篱下 总是不大好 我可是有自尊的人 他差不多也该下山游历 打磨建议了 嘿嘿 到时候金童玉女 联手闯荡江湖 多么美好多么惬意 多么引人瞩目啊 不对 引人瞩目 感觉不太对啊 这不是找着被抓回少林吗 哎 还是等个三四年 身材长高 模样成熟 非真正熟悉的人 认不出来后 再找只为一起闯荡江湖 嗯 先去欢花剑派找齐师兄 他成功开窍后 已经申请镇首派外产业 无人管束 无人关注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找齐师兄吃香的喝辣的 孟奇双眸发亮 对未来充满期待地穿过大堂 就要奔出客栈大门 奔向自由的生活 就在这时 他耳畔忽然有声音响起 真定 给为试点一份素姬 素姬 素姬 孟奇表情呆滞 好不容易才压下沮丧的心情 低声道 是 师父 果然 师父在背后看着呢 他深吸了口气 转身走进大堂 此时喧闹的客人散了不少 空出了好几张桌子 小师父 打算来点什么 跑堂的小二年轻不大 眉清目秀 笑容可居 压根不像娶酒娘那样 爱理不理 一副客观 我是你娘的样子 不是说 有什么样的老板 就有什么样的员工吗 孟奇好笑地想到 心情恢复了不少 开口道 烤羊腿 素姬 好脸 小二一边擦着桌子 一边喊着菜名 点完菜 喝着小二送来的茶 孟奇还没来得及 悼念自己失败的 第一百零三次逃跑 玄碑和真会 就从楼上走下来了 师兄 点了烤羊腿吗 真会舔了舔嘴唇 孟奇心中哀叹 表面却不动声色地道 点了 玄碑还是那副 浑身忧郁的样子 问着过来掺茶到水的小二 施主 最近西边有什么消息传来 既然暂时逃不掉 这个问题 孟奇也很关心 拿眼望着小二 回法师 除了马匪出没 结了几个伤队外 只有一件大事 就是失踪多年的酷老人 重出江湖 成为哈勒的国师 并广招刀客盗匪 打算将汉海以西 藏神沙漠 以东的国家 绿洲联合起来 像你们中原的大晋 和大洲一样 小二同色泛黄 头发打卷 是标准的西域人 这倒是有气魄 孟奇赞叹了一句 若能完成大业 哭老人在西域 也算有始皇之功了 赞叹之中 孟奇忽然发现 师父脸色不对 正常而言 他除了夸奖自己 和真会的时候外 都是忧郁沉闷的 可此时 他脸沉如水 不见一丝忧郁 师父 孟奇只能这么猜测 悬碑看着手中茶碑 带着淡淡感慨地道 哭老人 真实姓名不详 外景巅峰的宗师 活跃于大晋陨西 死亡汉海 和藏神沙漠 地榜排名第三十三位 擅长的功法是 狂杀神功和冤魂十八拍 堪称盖带凶丸 这么厉害 孟奇已经不是 见识浅薄的小和尚了 不会听到地榜 才排名第三十三位 就觉得哭老人不算什么 要知道 天榜不过十位法身高人 就算加上影视 顿视 或者名声不显的高手 哭老人 也是全天下前六十的恐怖人物 悬碑见小二去招呼别人 轻轻叹了口气 低声道 为师刚才的脸色 一定很难看吧 师父 你与哭老人有仇 真会一针见血 没有为师父掩饰的自觉 孟奇暗笑一声 还好有呆呆的小师弟 否则自己还真不好问 悬碑看着少许茶叶 沉浮的茶水 忧郁感一下变得浓厚 为师俗名唐展 算是甘笼道上的绝顶高手 只差一步就能踏入宗师行列 那时候 为师极恶如仇 有一次护送朋友 前往金刚寺所在的葬神山时 随手杀了一个 奸杀了多名侠女的淫贼 谁知 那淫贼有个好师父 叫做天荒上人 他打不过为师 又不分弟子被杀 居然趁为师尚未返回甘笼道时 扑袭了为师的妆子 将老若妇如杀得干干净净 只有一位老仆 带着为师两个幼子逃了出来 一路向西寻找为师 可惜 在进入汉海前 被追上了 他说得平平淡淡 语气不见起伏 但孟奇不知怎么 却听出了里面浓浓的寂寥 和刻骨的仇恨 为师知道此事后 真有一种35年 美梦一朝惊醒的幻灭感 恨意勃发 报仇之火燃烧心灵 然而天荒上人 也有一个好师父 苦老人 孟奇这还猜不到的话 就白看了那么多小说了 玄碑轻轻点头 为师隐忍了几年 终于等到了机会 杀掉了天荒上人全家 之后被酷老人 一路追杀入中原腹地 幸得方丈青睐 皆以为师入佛门 这才安稳下来 所以 日后你们若遇到酷老人 或他门下徒子徒孙 记得小心一点 没有跌宕起伏 也没有残忍画面 玄碑像在说着别人之事 他之所以愿意说出 这种伤痛之事 是因为听到酷老人 重出江湖的消息后 想提醒弟子们注意 莫大大咧咧地 在对方面前泄露了身份 他说话声音没有刻意压低 可周围所有客人都充耳未闻 似乎这边根本没人说话 这份功力 让孟琪暗自撬舌 比唤醒大法圆满的断像 非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毫无烟火之气 玄碑说完之后 沉默了下来 专心致志地享用着素斋 真会则大口大口地吃着羊腿 似乎没有什么烦心事 能让他不专心用膳 气氛变得沉重诡异 孟琪只好转移注意力 术尔听着附近客人的高谈阔论 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许是因为刚才小二提及了哭老人 附近一桌客人 也讨论起了这个话题 想不到哭老人还没死 一个包裹着头 穿着黑色长袍的沙克 则则说道 他腰间挂着一把弯刀 刀刃锋利 引见血光 同样沙克打扮 但脸上留着落腮胡子的男人 黑黑笑道 是啊 九年前苏无明悉刑 哭老人不自量力前去挑战 结果却从此销声匿迹 大家都以为他死在苏无明剑下了 据说当时苏无明的目标是 葬神沙漠 一处神灵遗迹 没有切磋的心思 但酷老人强行出手 他只好随手给了一剑 后来 后来酷老人就失踪了整整九年 另外一位有着蓝色双眸的沙克 呵呵笑道 仿佛自己就是苏无明 对酷老人不屑一顾 梦奇听得神往至极 江只薇的师父 真是太有高手范了 随手一剑 就将盖带凶婉展落尘埃 将来 将来我也要这样 客观 十两银子 用完晚饭 小二笑眯眯地过来收钱了 抢劫啊 梦奇对这家黑店的本质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但想想娶酒娘柳梅倒树的样子 想想师父 应该不会为自己出头 还是老实地掏出银子结账 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你们随为师去一处地方吧 悬碑兔的开口 缓步走向客栈外 梦奇疑惑地看了真会一眼 见他理所当然的样子 只好压下心中讶异 跟着师父走出客栈 三人刚出客栈 一直保持着冷脸的娶酒娘 忽然抬起头 看着悬碑的背影 疑惑地屈指倾敲起桌面 而刚才议论哭老人的三名沙客 压低了声音 窃窃私语 老大 没看到什么肥羊 要不要抢这三个和尚 他们好像挺有钱的 有蓝宝石斑眼睛的沙客问道 跨着弯刀的沙客摇了摇头 最好不要抢这种和尚 为什么啊 老大你什么时候信佛了 落腮胡子的沙客疑惑问道 跨着弯刀的沙客怒道 我信你娘的福啊 你们两个放两招子 这种敢于寥寥几人出行汉海的和尚 一般不是好惹的角色 还是盯着那只商队吧 虽然护卫强了点 但我们可以联合其他马帮 第三章天灾 流沙及北侧 有一座不高的小山 正对汉海这面 日晒风吹 渐渐裸露出岩石 布满了沙力 有的地方甚至呈现黑褐色 光滑坚硬 给人吊诡可不知感 而在小山另外一面 暗河流淌 树木横生 洋溢着春的气息 山脚有一片阴阴绿洲 乃附近牧民放养畜生之地 时至傍晚 他们正驱赶着牛羊归家 孟奇与真会 随着师父 缓步行于山道之上 往着不算高的风顶而去 走着走着 他收敛住别的心思 关切地问道 师父 既然您让我们小心 哭老人和他的徒子徒孙 能否仔细给我们 讲讲他们的特征 至少这样不会当面不实 平白暴露身份 玄碑轻轻点头 为师正要给你们讲 哭老人乃黑骁老者 皱纹深重 喜欢包黑色头巾 穿白色罩袍 最大的特点是 他的眼睛 生有重铜 形状奇怪 无论是笑是怒 都像在哭 他好欲重拳 喜怒无常 出手很辣 你们最好能远远必知 真会一脸 在听江湖典故的样子 分外兴致勃勃 孟奇也非常的专注 可不想到时候 一头撞在师父的大仇人手上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而言 对方不动不一不出手 光是境界威压 就能杀掉自己 哭老人有三大得意弟子 都是踏入了外景的高手 其中实力最强的天荒上人 已经毕命于为师手上 玄碑提到天荒上人时 还是有一瞬间的情绪波动 孟奇亚一道 师父 哭老人只有三个外景弟子 会不会太少了 他的势力不过如此吗 少 玄碑摇了摇头 我少林乃天下五道大宗 最强的门派之一 又有着上千年的积累 外景亦不过数十人 哭老人能有三个外景弟子 很了不起了 另外 他和一些凶人邪魔也有交情 时常联手 因为少林有不少修哭缠面壁的高僧 所以 外景的具体数目 一直不被外人清楚 玄碑也不好对上 为开窍的孟奇说的分明 只是以数十人一言必知 孟奇甘笑一声 又因为见识浅薄丢脸了 师父 弟子的意思是 哭老人只有三个弟子 且都是外景 他强行将意思掰了回来 玄碑没有揭穿 哭老人护短却残忍 凡是让他不满意的弟子 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能够活下来的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数量自然稀少 原来如此 孟奇听着 觉得有些庆幸 还好自己 是穿越在少林 若当时附身的 是哭老人哪位弟子 怕是早就受尽折磨 魂飞魄散了 师父 哭老人好可怕 傻乎乎的真会吓了一跳 他一直以为 师父对弟子好 师兄对师弟 好是天经地义之事 反过来 弟子对师父好 师弟对师兄好 也是一样 哼 你以前还理直气壮 现在三观刷新了吧 孟奇暗斐了一句 悬碑宽慰道 哭老人乃邪道凶丸 与我正道大派自然不同 然后他继续说道 哭老人剩下的两个弟子 一个是哈勒的王子阎诗车 一个是纵横汉海的马匪 则罗居 都是一流高手 他详细地介绍着阎诗车 则罗居的外貌和武功特征 以便自己徒弟分辨 比如 阎诗车双眸金黄 眉心开红眼 引有神灵气息 四十多岁 还像个年轻男子 容颜俊美 宛如神像 比如 则罗居扇使马刀 胡须满面 左眼因为 做了一件哭老人不满意的事情 而被挖掉 绰号汉海邪刀 所谓一流高手 是大镜皇室弄天地人榜时 顺便给的一个称呼标准 因为融合了不少约定俗成的东西 所以不少人使用 外景之后 需要跨过三道天梯 故而每三重天会有一次质变 一旦突破 实力远远强于之前 正是境界压人 其中 外景七八九重天统称为 宗师 与段向飞 崔许他们这种宗师 完全是天渊之别 外景四 五 六重天的强者 被称为绝顶高手 一 二 三重天 则是一流高手 而外景巅峰之上 还有一层境界 视为半步法身 同样属于质变 被称为大宗师 而半步外景 算是二流高手 九窍棋开是三流 六窍 七窍 八窍是四流 两窍 四窍是普通 开窍以下 是蓄气多寡 武功高低 称为九流或不入流 当初孟奇兑换铁布山时 江芷威才会开玩笑 说他算是个不入流的高手了 一边听 孟奇一边用心记下了 严师车和泽罗居的特征 以便提前规避 说完严师车和泽罗居后 悬碑并没有停止 哭老人的徒孙 也一样 被他杀得只剩十来个 其中实力最强的是 两个九窍棋开的凶人 一个是赫连山七十二匪的首领 立地阎罗尤孩多 一个是独行大道 白头秃旧安国邪 他将哭老人 剩下的十七八个开窍徒孙 都大概介绍了一遍 着重是外貌特征 比如立地阎罗外表憨厚 貌似老农 眉角有拇指大小的黑质 白头秃旧安国邪少年白头 如今不过三十来岁 就已经白发苍苍 他形势残忍 由爱折磨别人 悬碑时间把握得非常精准 说完刚好走到封顶 这里有不少直直的枯术 他满怀愁绪地叹了口气 停在一株扭曲如龙的树木前 低声道 为师两个柚子就埋在这里 若是他们不死 也该有你们这般大了 气氛顿时变得悲伤压抑 梦七和真会都不好说什么 只能默默陪着师父难过 不知过了多久 悬碑突然开口 自嘲道 为师今日精神恍惚 却是忘了买点香烛上来 也忘了将手抄的波热金 带过来稍于此处 真定 真会 你们回客栈拿 波热金 并顺便买些香烛 是 师父 孟七虽然觉得 师父不是太注重这些形势的人 但这里埋葬的 毕竟是他的两名幼子 特殊一点没什么 所以压下疑惑 当即答应下来 下了山 回到流沙集 孟七的心思一下活跃起来 这不是逃跑的大好机会吗 师父远在山上 又因为扫墓心神不守 只要支开小师弟 自己就能天高任鸟飞了 小师弟 咱们分头行事吧 你回客栈拿 波热金 我去买香烛 孟七想到做到 虽然他觉得 趁这个机会逃跑 有点对不起师父 但机会难得 不能放过 真会不宜有他 笑着答应 跑进了客栈 孟七看着他的背影 叹了口气 快步往另外一边的集外走去 山顶 疯了 悬碑看着眼前的枯树 手中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一串佛珠 这是一串暗金佛珠 其中夹杂着三颗纯黑色的珠子 想不到你会特意来这里阻杀我 他淡淡说道 老夫一直有求必报 刚上玉就知道了 你要去金刚寺 所以在这里等你 你肯定会来 术后 一个黑兽老者驼边立 似乎一直站在这里 他头薄黑金 身罩白袍 每只眼睛内都有两个瞳孔 眼角下掉 壮似哭泣 悬碑不怒不喜地道 酷老人 你猜得很准 你以为支开你的两个徒弟 他们就能活下来吗 老夫虽懒得管他们 却有几个徒孙在下面等着 酷老人咳嗽了两声 仿佛若不禁风的老者 他的徒弟要帮他主持 哈勒和汉海的事宜 脱不开身 所以只带了几名徒孙来 悬碑依然是死人脸 若不支开他们 我们战斗余波之下 他们尸骨无存 而在下面 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他境界 插了酷老人一筹 自身战斗倒是不惧 但无力护住弟子 不受余波轻扰 你是指九娘 哼 量他也不敢 酷老人魂不在意 抬起右手 周围顿时有一道道 黑色阴魂浮现 凄厉哭喊 让人头皮发麻 心神摇动 实力稍差一点的 会立刻被夺去魂魄 孟奇正要走向集外 忽然发现 另外一边的汉海 有无数风沙卷起 方圆百里 竟是飞沙走时 纷纷涌向小山峰顶 而山脚的绿洲瞬间枯萎 牛羊牧名 一个个脱水僵立 仿佛干湿 远在集中的孟奇 还看见大地一寸寸干裂 宛如天灾 第四章 恶战 以小山峰顶为核心 沙力如龙 遮天蔽日 一圈圈地卷向天空 仿佛最可怕的沙暴来临 而在盘绕旋转的狂沙飓风之中 隐约有一道道黑影 他们扭曲不定 无形无掷 阴气森重 叫声凄厉 不断地扑向峰顶 这正是哭老人 用狂沙神功催动的冤魂十八拍 知恶鬼所命 山脚之下 阴阴绿洲在飞沙 走势中迅速枯萎 满地七皇 似乎水分都被抽干了 牛羊牧民全部将立原地 皮肤肌肉一寸寸脱水 隐约有黑色影子 从他们体内飞出 投向峰顶的恶鬼们 这种可怕的场景 并没有止于小山及附近绿洲 而是向着方圆百里蔓延 要抽空一切生灵的魂魄 要枯萎整个大地 流沙籍外 风沙笼罩之中 还算正常的泥土干枯开裂 从小山方向一直延伸到极内 又延伸到后面的地域 集上 一个个行人相继带住 动作迟缓 皮肤干扁 体内有黑影 挣扎着往外钻出 风沙打在汉海第一家外面 发出啪啪啪的密集响声 让这看似破旧的客栈 摇摇晃晃 发出滋滋嘎嘎的声音 似乎很快就会脱去水分 化成粉末 坍塌于地 而客栈之内 那一桌桌客人 就像外面的牧民一样 纷纷变得呆滞 即将尸魂落魄 瞿九娘一下站起 柳梅倒树 高声喝道 老不死 小心天浅 生儿子没屁眼 老娘的客栈 招你惹你了 随着她冷冽的喝骂 客栈内仿佛有寒风刮过 用餐住宿的客人们 齐齐打了个冷战 清醒了过来 面面相去 满是后怕 同时 客栈的外墙木板等 也没有了脱水的迹象 只是依然在风吹沙打之下 摇摇晃晃 滋滋嘎嘎 如蓝宝石的沙克难难自语 这里距离交手之处 足有几十里 自己等人都还差点被吸去了魂魄 若非有神秘的取九娘在 怕是逃不过这一劫 腰跨弯刀的沙克首领 后怕地道 正常宗师交手 都会收敛波及的范围 这样便于威力集中 但哭老人例外 吸取的魂魄越多 她的冤魂十八拍越厉害 撞上这种事情 真叹娘的倒霉 他们是汉海戈壁的马匪 臣服于汉海邪刀 则罗居对冤魂十八拍 有一定的了解 老大 我们是不是得信信佛 化解一下身上的罪念 免得老师遇上这种倒霉事情 信你娘的佛 才走到流沙急症中的孟奇 皮肤暗精流转 锁住身魂 撞似罗汉 可暗精光泽却越来越暗淡 仿佛大风里的烛火 随时会熄灭 她咬牙坚持 竭力定神 今日方之外景巅峰之危 竟恐怖如天灾 小山峰顶 玄碑拨着暗精念珠 低声诵经 一道道流离光芒 从她手中散发 将大半个封顶 衬托得宛如佛门净土 随着酷老人一掌拍下 那一道道冤魂涌来 宛如滔滔黑流 不时在流离光芒之上 惨叫着烟消云散 不时将流离光芒撕咬得支离破碎 玄碑不喜不睦 不慌不忙 只是看着酷老人 声音仿佛回荡在她的心底 你知道我 为什么放弃完整的神功传承 选择插了重要经文的 魔科夫魔拳吗 酷老人目光一凝 右掌一抬 左掌一推 风沙突然如龙坠下 而那一道道冤魂 愈发无形无智 似乎行走于阴阳之间 让人根本无从抵挡 玄碑说完之后 拨动的佛珠上 一颗珠子 有暗精变得漆黑 接着 她一拳打出 这一拳仿佛冲涩满了天地 拳头变得透明纯净 宛如琉璃 不沾尘埃 她深周金黄光芒笼罩 一朵朵虚幻金莲 在封顶绽放 背后呈现出朦胧虚空 虚空里 一个个形状猙獰的恶鬼 冤魂 表情安详地围着一个金色连台 连台之上端坐着一位菩萨 满脸慈悲 怜悯世人 掌中握有不断流转的生死气息 宛如黑白变化的伦宝 蕴含着诸天大秘 生死傲义 这菩萨容颜模糊变化 最终随着玄碑的权益达至巅峰 露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外貌 只不过意忧欲沉重 意怜悯庄严 菩萨嘴巴张开 虚空里顿时有云雷音回荡 今日之后 百千亿节里 应有事件 所有地狱 及三恶道 诸罪苦众生 我誓愿就拔 离地狱恶去 畜生恶鬼 即此罪报等人 尽成佛境 我然后方成正觉 地狱未空 誓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禅音阵阵 佛光大放 涌来的恶鬼冤魂 褪去了争鸣怨毒 脸线安详 消失于空 风沙停滞 山脚亦有今生佛号 一层层枯萎的甘草 渐渐泛起绿色 暗流叮咚 甘尸般的牧民 牛羊皮肤缓缓饱满 飞出的黑色魂魄 重归鱼体 生之气息盎然 甘烈的大地 再次安稳如旧 流沙及上尸魂路人 纷纷脱离了地狱 又茫然又厚怕 客栈之内 骂骂咧咧的 取酒娘脸 现一抹亚异 低声自语道 真有人将 魔科符魔拳 练到了这种程度 生之气息 与流离佛光下 风雨飘摇的孟琪 终于摆脱了 冤魂十八拍的影响 皮肤上流转的暗睛 不再暗淡 重新变得纯净 看着眼前 在死生之间 走了一圈的场景事物 孟琪忍不住恶然想到 这怕已经是神仙手段了 魔科符魔拳 穷究生死轮转 酷老人一招被迫 仰头长笑 声音钻入云霄 刺破生魂 就像地狱深处镇压的 鬼王灵士 他深周黑气生腾 似乎地狱大开 阴魂失控 然后 他一掌翻天 从头拍落 冤魂十八拍之鬼门关开 玄碑与背后菩萨 依然亦忧郁亦慈悲 全似握硬 再次打出 魔科符魔拳之 度尽众生 孟琪回首望去 只见小山周围茫茫沙利包裹 黑气佛光敬艳 不断交错 似乎一时难分胜负 他知道以自己的实力 不说去帮助师父 怕是靠近山峰都办不到 反而成为累赘 但小师弟在客栈之内 孤身一人 坐视呆愣 没有经验 稍微处理不好 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所以 他暂时放弃了逃出少林的打算 准备返回客栈 与小师弟会合 正常情况下 自己逃走没有半点内疚 可此时情况特殊 自己好歹 与小师弟交情深厚 岂能不救援一把 而且 孟奇内心不愿承认 却很清楚的一点是 若还有别的敌人 若哭老人又占据上风 类似脱去水分 抽魂夺破的噩梦场景在线 那客栈之内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里 毕竟有位疑似外景的 娶酒娘 孟奇不得不承认 寻求庇佑 与救助小师弟一样 各站自己返回客栈的原因一半 他刚刚转身 目光突然凝固 瞳孔急剧收缩 因为风沙飞扬的街道之上 自己对面 正站着一位形貌诡异的男子 他穿着沙克式的黑色罩袍 白发苍苍 但面容年轻 仿佛二三十岁的年轻男子 两者对比 分外让人心生恐惧 安国邪 孟奇低声叫出了他的名字 没有转头就跑 这种情况下 背身逃跑 纯粹是露出真正空当 将背心要害 拱手送人 安国邪 白头突旧 哭老人之徒孙 久俏齐开的高手 人榜第36位 比自己强了不知道多少 安国邪脸型消瘦 棱角突出 却别有几分抑郁美感 他嘴角带着一抹斜斜的笑意 细血道 我的运气倒是不错 直接撞上一个 这一下不怕被老左则罚了 一个还未开窍的对手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很有几分猫戏老鼠的感觉 说话间 他如突旧般前扑 双掌一推 掌风炽热 让孟奇几次陷在沙漠深处 呼吸苦难 皮肤发干 身体脱水 力量匮乏 他虽未能席得冤魂十八拍 但狂杀神功 却已登堂入室 第五章 戈壁茫茫 安国邪两掌变化连连 封锁着孟奇闪避的退路 但孟奇却不慌不忙 向左一退 忽而前胯 身法诡异 让人意想不到 孟奇很清楚 自己的金钟 照第四关 虽然在《易经断骨篇》加成下 凭空增加了三成威力 但面对一位久俏齐开的大高手时 肯定还是一掌之下破关的结局 所以 要么不战 要么就拼命 从而找到逃走的机会 安国邪九窍一开 耳聪慕明 早就从孟奇 肌肉皮肤等的变化 判断出了他闪避的路线 双掌一措 正正挡在孟奇头前 就像他的左脸 自己撞到掌上 可是 安国邪的双掌 却须不受力 仿佛击中了空气 他内心顿时按道一声不好 双掌急收 就要护住全身 孟奇眉心发胀 脑袋刺痛 强行用唤醒大法 制造了些许幻觉 才患得此等良机 岂会放过 于是 他身心沉浸入 清静平和的世界 借刀一挥 种种喧嚣袭来 父母恩情其志 扰乱了禅心 坏掉了清静 刀光亮起 仿佛坚守在封沙里的烛光 安国邪恍惚之间 看到了一个绝强少年 正拿刀斩向自己 而自己不得不迎战 因为师祖说过 输的人必须死 所以 哪怕对面是亲生弟弟 也不能软弱 掌中身躯 却没有预料之中的反抗 只有那双解脱 和含笑的眼睛 弟弟 他内心大痛 身躯也剧痛 这让他清醒过来 发现那把借刀 已经划破了自己脖子的皮肤 该死的秃驴 他颈椎突然松动 仿佛一条毒蛇 自行扭曲了起来 让借刀划过了肌肤和血肉 然后他回防的右手 一把抓住了借刀 哪怕刀锋伤及白骨 鲜血流淌 也不敢动手 一个还没有开窍的和尚 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刀法 若非自身狂杀神功 要求炼化周身骨骼 这一刀 自己怕是 会受到重伤 对他这等高手来说 已经有了护体钢器 借刀即使能斩破钢器 也无法将脖子斩断 顶多割裂喉管 使他重创 而孟奇一招得手 立刻抽刀侧身 施展开风神腿之捕风捉影 一溜烟跑向极外 速度之快 宛若成风 他知道一刀断清静 杀不了这九窍齐开的高手 故而从开始 就打算以弓带手 用一招抢弓 逼得安国鞋退防 全身心都放在自身要害上 这样才能找到逃跑的机会 打的就是时间差 而安国鞋正正挡着 通往客栈的道路 自己只能逃入汉海了 习练一经断骨偏后 孟奇使用一次断清静 不再会虚脱了 虽然无力再发类似一刀 但施展捕风捉影逃跑的力气 还是有的 安国鞋兽唤行大法迷惑 被断清静 斩中脖子 立刻落入了绝对的下风 甚至没办法回气 全凭口翘的特意 硬生生挡了下来 在孟奇抽刀之后 他不得不退后一步 双掌如风四壁 谋求喘息之机 以重整旗鼓 将这可恶的小兔驴 避雨掌上 可他刚刚抬手防御 就看到 孟奇快若狂风的远盾 眨眼间就消失于街道尽头 姿势潇洒而飘逸 根本追之不及 我要杀你这个兔驴 安国鞋咬牙切齿 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身界风势 孟奇一溜烟跑出了脊外 跑入了戈壁 沙力满天 将他身形掩盖 他按照这几次轮回任务的经验 沿路不断变化方向 消去痕迹 固步一阵 不敢有任何松险 安国鞋左手捂住脖子 鲜血一滴滴落下 又掌声可见骨的伤口 缓缓如动复原着 就如同沙漠之上 任何痕迹都会在封杀之后掩埋 他居然能精神外放 制造幻觉 莫非有特别的开眉心玄关的功法 白头秃就安国鞋没有立刻追赶 而是细细品味起刚才那一战 因为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 他本来已经开了眼翘 耳翘 鼻翘等天生久翘 有着不小的堪破幻觉之能 但从未想过 一个尚未开翘的小和尚 竟然能精神外放 干扰自身的感官 制造些许幻觉 所以疏忽大意之下 居然被蒙蔽了过去 失了先手 差点重创于对方刀下 而这让他惊恶莫名 久翘齐开的自己 都还没能动开眉心生死玄关 打通天地之桥 踏入半步外景的境界 一个连开翘边缘 都还没摸到的小和尚 居然可以绊倒 莫非是什么特殊功法 或者天大秘密 并且 他的刀法也很恐怖 极有师祖冤魂十八拍之感 想到这能让困于 眉心玄关的自己更进一步 安国携忍不住莫名激动 望向孟奇消失方向的目光 灼热了许多 他冷笑自语道 往哪里逃不好 非要逃入汉海 真是不知死活 他是独行与死亡汉海 集周围国家绿洲的大道劫匪 又与汉海几大马匪首领之一的 则罗居关系匪浅 对这里的大部分地形 和气候变化非常了解 岂是一个出来乍到的小和尚 能够比拟的 所以 他很有信心 哪怕孟奇已经逃入汉海好一阵子 有充分的时间掩盖痕迹 他也有把握通过那些戈壁特有的语言 慢慢坠上 将他抓住 拷问秘籍 折磨至死 他身形晃动 奔入汉海 钻进了狂风沙暴之中 就像一条在沙里如洞前行的沙蛇 转眼间消失无踪 戈壁与沙漠不同 沙力粗大 仿佛一颗颗被风化的小石头 没有茫茫黄沙那样惹人眼球 并且时常有暗流涌出 形成石滩小湖 另外 戈壁更显荒凉 偶尔的水蛙 小湖 偶尔的星点绿色 偶尔的羚羊骆 偶尔的怪事灵巡 不仅无法柔化这种感觉 反而衬托得愈发苍茫 一块块被风化的巨石 耸立在戈壁之上 形貌崎岖 宛如石妖 孟奇正躲在几块巨石之间的隐秘处 调膝打坐 做着最后准备 他深深地吐了口气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 倒出了里面蜡蜂的丹药 拇指一滑 蜡皮破开 一阵清香弥漫了出来 让人身心皆清 不愧是天聪丸 孟奇暗自赞叹了一声 他一路逃到此处 因为眉心祖窍修炼有成 精神能外放些许 所以有些神异 隐约觉得自己 并未摆脱安国邪 甚至好几次差点被追上 幸好及时改变了路线 而一只精神外放 对孟奇消耗极大 头脑发胀 困倦非常 难以支撑 所以他密得此处后 干脆尽心调神 尝试打开眼翘 他本来就打算这几日突破 现在不过是无法焚香摘戒了 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 一旦跨入开窍期 自己与安国邪 就没有了大境界上的差距 虽然实力还是相差颇大 但至少不会 毫无还手之力 能觅得更好的逃脱机会 说不定能一下超过 他对自己的实力判断 再也跟踪不上自己了 包去蜡皮 一枚橙淡青色的丹药 呈现在孟奇眼前 清香始终缭绕 孟奇怕药力发散 没敢耽搁 立刻将天聪丸服下 天聪丸入口即化 仿佛一道清流 直窜孟奇胸腹 孟奇闭上眼睛 缓缓炼化药力 初始还算平静 渐渐地 他感觉双眼胀痛 原本合眼之后的视线 应当黑暗 此时却像被人放了一把火 满天的火晕 他明白到了关键时刻 于是运转起经中 照第四关最后的篇章 皮肤泛起暗精 双眼周围 亦有一道道金芒汇聚 不满火焰的黑暗视线里 凝聚的九处相关翘穴 就像星辰般一颗颗亮起 璀璨纯净 直照星底 金中照继续运转 九颗星辰之间 隐隐约约有处深邃的黑暗 吸纳了所有光芒 恍如无形 此乃人体大秘 暗藏的天生九窍 若不凝联相关窍学 根本寻知不到 孟奇眼外流淌的金芒 尽数融入 金中照真气 顺着特意的路线上冲 与那清凉的天聪玩耀力会合 惊涛骇浪般 拍向九颗星辰连线的中央 哄 孟奇头皮发麻 发自灵魂的刺痛 肝脏仿佛被撕裂 眼睛似乎正被人生生挖僵出来 若没有天聪玩的药力 此时他恐怕已经堕入幻觉 走火入魔 哄 融入的光芒 超过了眼翘西娜的极限 一道道光芒从中绽放出来 照亮了黑暗 熄灭了火云 哄 孟奇忍不住睁开双眼 似有寸许豪芒射出 脸上轻气浮面 生生不息 但这些旋即消散 只留下一双 愈发漆黑深邃的眼睛 岩石之上的纹路 带着自然的旋律 藏着造化的奥秘 呈现于孟奇眼前 天依然是那样蓝 风依然是那样干燥 沙力依然是那样暗淡 一切与刚才没有两样 但在孟奇眼中 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仿佛看得愈发深邃 愈发透彻愈发处及细节 比如 沙力之中有粗沙 有历史 每一颗表面的纹路 都有着不同之处 比如 整片戈壁带着的死气 带着的荒凉 是如此深刻 如此厚重 比如 被风吹起的事物 似乎变得迟缓 那样的清晰可见 比如 之前分裂开的万事万物 仿佛被无形的丝线连在了一起 构成了和谐 而难以描述的整体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这就是开了眼窍之后 孟奇的感受 原本它靠着天聪玩 就有一定的可能打开眼窍 半年的 易经断骨片 修炼后 自然是水到渠成 难怪开窍气能压制续气 眼窍一开 对方的出手在我眼里 就会显得缓慢 被我看得清清楚楚 孟奇收回目光 心情惬意 这并非敌人的出手被放缓 而是孟奇开了眼窍后 捕捉对方动作的能力增强了不少 于是就像在看慢动作 交手之中 这是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 开眼窍的好处并非只有这个 眼为肝之窍 眼窍即肝窍 于是 这修炼了肝脏 肝气勃发 生生不息 复原能力大大增强 真气和力量也增加了不少 修炼完成 元气和精力密藏自然打开 孟奇调息片刻 稳定住境界后 赶紧起身 再次远顿 风神颓使他显得颇为潇洒 片刻之后 安国邪出现于这几块巨石之间 眼神冰冷地看着孟奇打坐的地方 虽然大部分痕迹已被抹去 但对他这种常年在汉海行走的人来说 还是看得出蛛丝马迹 第六章 反击 几从绿色挣扎着掌于荒漠之中 却逃不过饥饿难耐的戈壁羚羊之口 转眼消失无踪 戈壁之上植物稀少 生长在这里的动物都四肢强健 奔跑有力 善于长途迁徙 否则根本没办法寻觅到足够的食物而活下来 这里面 戈壁羚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孟奇站在这几层绿色对面的风化岩石下 正带喘几口气 调息恢复 忽然心有所感 眉头深皱 继续迈开步子 用潇洒飘逸的风神 推往着戈壁深处狂奔而去 他开窍之后 眉心阻壁似乎又凝练了不少 元神壮大 精神外放 虽说还不及断向飞和崔徐等 开了精神秘藏的宗师 但却远远强于了寒石等人 有或对或错 却不敢验证的微妙第六感 这种情况下 孟奇不敢停下来等待 去验证自己的预感是否正确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这种感觉 改变方向 加快速度 以摆脱白头突就安国血 按理来说 汉海广袤 自己成功开窍 实力大涨 又有精神外放的神意 应该早就将预料不到这点的安国血甩掉了 可他却像他的外号一样 仿佛一直盘旋于天空的突就 逐时而来 居高临下 根本摆脱不了 果然 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 孟奇暗自感叹了一声 这一天来 他感觉安国血越追越境 让自己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 而自己也迷失了道路 根本不知道 自身位于戈壁何处 若是闯入了戈壁深处 那些妖兽 妖怪的巢穴 恐怕会尸骨无存 当然 孟奇也有基本的常识 到了夜间 可以根据师父教导过的星斗变明方向 返回刘沙吉 唯一的问题在于 需得将安国血甩得远一点 那样一来 他将无力阻止 而一旦自己通过刘沙吉东归 失去了戈壁主场优势的他 肯定无法再坠上自己了 风神腿 加唤醒大法 实在是逃跑的不错选择 若逃不回刘沙吉 孟奇也还有别的办法 同样是将安国血甩远一点 然后期待一场汉海里常见的风暴 到时候飞沙走时 不管什么痕迹都会被抹去 安国血决队 再无法坠上了 顶多发动 则罗居手下的麻匪广撒大王 而对自己来说 普通的麻匪不值一提 小心一点就没问题了 怎么将他甩远一点呢 孟奇边跑边思索起来 他还有一个隐忧 就是身上仅有的当作点心的干粮 已经消耗完毕 生火烤肉 又完全是暴露自身的位置 所以再逃下去 就只能生食羚羊等动物的血肉了 这肯定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孟奇性格里藏有彪悍拼命的一面 隐皇宝石 面对催许时 都能放下对死亡的恐惧 搏命一击 故而思索半天 想到了一个办法 必须掉过头 狠狠咬安国血一口 才能让他离得远一点 甚至重创他 让他顾忌两败俱伤 不敢再追 逃走之中设下埋伏反咬一口 是阻恶追兵的有效手段 而孟奇也没有轻狂自大 觉得自身能真正击败 买只杀死安国血 毕竟开了两窍 和开了九窍的差距 还是很大的 换作现在的江志威在此 估计也只能用剑出 无我和安国血拼个两败俱伤 或许可以稍战上风 那就这么办吧 他不知道我已经开窍 也不知道我会舍身绝 肯定能给他一个惊喜 若是暴雨梨花真在 说不得真能重创他 让他自行逃走 孟奇很快就有了决断 然后自嘲了一句 我一直以为我会是 深谋远虑的智多星 靠智慧教安国血做人 谁知道 还是得靠武功刀法 莫非真成一蛮子了 自嘲归自嘲 他开始寻觅起 适合反咬一口 并逃走的地形 沙利遍地 沟壑处处 这里是戈壁暗流 接近表面时冲刷处的地方 然后他们右折而往下 继续在地底流向远方 在这些沟壑中央 有溢出的暗河水源 形成了一汪颇大的水洼 不少戈壁动物 都在这里饮水解渴 并啃食附近生长的植物 也有猎食者悄悄地靠近 打算饱餐一顿 白头秃就安国鞋 追到这里的时候 看见的正是这样一副 安详的美景 他皱了皱眉头 双眼引有光芒亮起 打亮四周 穿过重重阻碍 没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却只找到梦奇 曾经停留于此的痕迹 未能发现他的身影 他耳朵微动 风声水声清晰可闻 似乎能听到 每一个生物的动静 可是羚羊叫声 其他动物的喝水声 难以分辨 他鼻子抽动 泣泣的水汽 清香的植物 骚山的羚羊 各种味道的形象 一一呈现于脑海 里面确实有梦奇的味道 若有四无 仿佛他曾经停留在这里 好一阵子 他迈不过去 打算仔细检查痕迹 羚羊等戈壁动物 顿时受到了惊吓 长思不已 四散逃跑 一下扰乱了他的感官 若是我开了眉心阻鞘 有精神外放 根本不会惊动这些蠢货 安国蟹暗骂一声 对得到小和尚身上的 神功秘籍 愈发渴望 哒哒哒 几头羚羊 从安国蟹身边跑过 突然 一道刀光毫无征兆地 从羚羊肚子底下亮起 斩向安国蟹 直到此时 那浓烈的杀意才爆发了出来 让安国蟹感受到 充塞满他的双眼 并非只有天伦之情 男女之爱 兄弟之义 才能断掉清静 贪婪 恐惧 愤怒 憎恨 同样能让清静万劫不复 孟奇舍身而为 精血燃烧 让断清静 演化出了不同以往的意味 他没有流利 反而底牌进出 因为在安国蟹知道 自己有这一招刀法的情况下 若不全力而为 根本重创不了他 哪怕自己已经开窍也是一样 毕竟实力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过巨大 对方又开了掩耳鼻等窍穴 自己仅仅能靠唤醒大法瞒过一时 出手瞬间就会被感应到 他来得及做应对 所以 一刀正常的断清静 重伤不了他 舍身绝后 再来一刀也是一样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他眼睛死死盯着安国蟹 充满了一往无回的气势 刀光三严 满是杀戮之意 二十岁还没开窍 拖出去喂狼 对战失败 自己断掉一臂 杀不掉亲人 那就自我了断 居然敢质疑老祖我 丢进毒蛇窟 享受万蛇试咬之乐 曾经旁观目睹的种种场景 乍然浮现 他们就像一只恐惧小剑 射中了安国蟹的心灵 让他害怕畏惧 只要能讨得老祖欢心 自己怎么做都乐意 无穷的恐惧之中 安国蟹仿佛又看到了 弟弟那双解脱的眼睛 他们纯净如蓝色宝石 似乎在说 哥哥 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我不想要 你代替我 好好活下去 啊 安国蟹凄厉地叫了起来 半是因为午夜梦回时 老祖带来的恐惧阴影刺激 半是因为脖子下方 到胸腹之间 剧痛袭来 他全身骨骼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整个人奇异地扭曲起来 如同五股生物 如同黄沙铸救的魔物 随风而聚 随风而散 这就是能身体杀化狂杀神功 他刚登堂入室 戒刀再次划破安国蟹脖子下端 剖开了他的胸腹 但之后就仿佛斩入了黄沙之中 须不受力 安国蟹挡住了致命一击 右手抬起 狠狠拍在了孟奇的戒刀之上 当 这把百炼金刚铸救的戒刀 当即断成两截 横飞出去 孟奇手握剩下半截 钥子翻身 落于一条沟壳前方 来而不往飞里眼 孟奇微笑致意 接着在安国蟹惊恶莫名的目光里 向后倒下 落进了沟壳 安国蟹回过气后 伤口如动 小心翼翼地走到沟壳前方 发现下面是一条暗河 水质清澈 蜿蜒入地底 而那秃驴 早就随水消失了 他竟然开翘了 安国蟹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一刀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 但刀一轻体 伤口极深 瘦创很重 这绝非续气气能够办到的 这秃驴居然能在逃跑之中自行开窍 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而且他还练了舍身诀之类的功法 安国蟹看着潺潺流动的暗河 不敢跳下去追击 因为沟壳镜头开始转入地底 那里地形复杂 环境狭窄 又临近水源 既方便对方埋伏 又削弱了自身 加上自己现在受伤不清 也不知道秃驴燃烧金血能支持多久 若贸然追击 说不定就交代在地底寒冻了 一位久翘齐开的高手 丧命于刚刚开翘的菜鸟手里 一个人绑第36位的强者 如此憋屈地死去 会笑掉人大牙的 哼 别以为这样就能逃掉 安国蟹恨一勃发地自语道 我对这里的地形很了解 你呢 他连点几处大学 掏出丹药服下 调息片刻后 开始按照记忆中 这条暗河下一处出口的位置狂奔 我就不信截不住你 若你不在那里出暗河 那就死在地底吧 在下一处出口很远很远 地底暗河蜿蜒曲折 秃驴燃烧金血后 又支撑不了多久 我从地面直线赶去 未必会落后 这就是天时地利人河中的地利 梦齐在水中再沉再浮 不断撞到凸起的石头 若非有精中照自动护体 早就遍体鳞伤了 但他也不好受 舍身绝 效果消失后 浑身阴冷 发自内心的虚弱 似乎要大病一场 光芒渐渐投入黑暗 梦齐知晓 到了下一处出口 于是挣扎着爬出暗河 他不敢再顺流而下 因为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支撑不住 只会死在地底 梦齐打着白子 艰难地攀上沟壑 除去水渍 往附近风化岩石奔去 打算调息片刻后 就返回流沙集 他刚坐下 耳边突然响起啪啪啪的鼓掌声 你很强 是我见过刚开窍的家伙里最强的一个 刚才差点就杀掉我 安国鞋脸色发白 嘴角含笑 胸腹之间的伤口 争鸣无比 还没有完全愈合 而且你很聪明 唯一的问题在于 这里是汉海 是属于我的戈壁 第七章 冲学 梦齐枪提一口气 准备起身搏命 自己虚弱无力 伤势没有稳固 就要追下来的安国鞋 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 他刚刚提气 丹田就是一阵刺痛 全身乏力 毫无精神 眼睁睁看着安国鞋击净 左手一挥 封住了自己几处大穴 舍身绝后 又被冷水浸泡的后遗症 比自己想象的重 梦齐没有绝望 因为他发现 安国鞋居然没有直接杀掉自己 这说明自己还有用处 而只要不死 就还有机会 可嗨嗨 安国鞋剧烈地咳嗽起来 肆意狂笑道 你是最近五年来 弄得我最狼狈的一个敌人 而且是我五年里遇到的对手里 境界最低的一个 为了赶上你 我完全没有顾及伤势 已经损伤了本源 还好 没有让你走脱 哈哈哈哈 那种随手杀掉的家伙 根本不算对手 他伤势很重 虽然实力 尤存六七成 但短暂调息后 就马不停蹄地追来 还是伤到了本源 不过 本源只要不是连续损伤 但要功法条理之下 还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 而在续期期 就能打开眉心玄关的神奇功法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将你打开眉心阻敲的功法告诉我 或许我会留你一条性命 安国鞋喘了几口气 直截了当地发问 孟奇顿时恍然 原来他追击自己的动力是这个 早知如此 自己完全可以换一种方法的 自己这次最大的失误 就是判断错了 安国鞋抓到自己的渴望程度 正常而言 他为酷老人办事 哪怕失败之后有惩罚 也不会拿本源受损 或许影响日后晋升来冒险 但一门可以轻松打开眉心玄关 帮助他踏入半步外景的功法 就值得他如此行事了 而之所以误判 是因为自己知道唤行大法的真相 知道他其实没那么神奇 下意识就低估了 他在不明真相群众眼里的价值 否则此时安国鞋肯定还在疗伤 自己调戏恢复一点力气后 就能从容东归 何至于失守背情 懊恼后悔等情绪短暂浮现 但很快就被孟奇压下 事已至此 再想这些已是无用 还是并除情绪干扰 寻找办法逃脱吧 我拿什么相信你的话 孟奇冷静地问道 老实说 他根本没办法将唤行大法 告诉安国鞋 因为最后废物利用时 自己已经将他换给了六道轮回之主 再撕传 就会被抹杀 安国鞋嘴角带着坏笑 小秃驴 你已经落在我手中 是砧板上的肉 任我宰割 我不会立下原神誓言的 也不用你相信 因为你只能选择相信 有所求 就有弱点 你不立誓 我死也不会说 孟奇试探着安国鞋的底线在哪里 他其实并不清楚 什么叫原神誓言 安国鞋收敛起笑容 冷酷地看着孟奇 小秃驴 想死没那么容易 放心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这里缺点刑具 还是将你带回哈勒 好好炮制吧 到时候 嘿嘿 你肯定哭着喊着 把功法告诉我 求我杀了你 他抬头看了看天色 自语道 追了快两天 不知道老祖那边怎么样了 我抓到小秃驴 应该不会被责罚了吧 他抓起孟奇背心衣物 快速往流沙集返回 流沙集中 行人稀少 耸立的胡杨木依然千字百态 但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力 显得灰蒙蒙 黯淡无比 远处的小山已然倒塌 变成了无数乱石 掩埋了附近地狱 宗师级的交手 实在可怕 安国鞋早就封住了 孟奇的雅穴 和上半身穴道 并将他双手反绑 自己牵着那根绳子 走向汉海第一甲 他对老祖很有信心 相信那位宗师级的悬碑 即使能保命 也不可能反败为胜 在客栈内等自己送上门去 若真是如此 以宗师的感应能力 自己早在集外 就会被发现了 踏入客栈 大堂内悉数了不少的客人 纷纷将目光投射过来 在看到安国鞋那标志性的白发 和年轻脸庞后 又全都低下了头颅 默默吃着食物 嘈杂戛然而止 这里面就包括了马匪三人众 他们之前正庆幸 没有打悬杯师徒的主意 看前日里交手的场景 自己等人若打劫 或许不会死 但说不得就被杜花入空门 此时 看到孟奇被安国鞋擒住 他们愈发感受到 哭老人一脉的强横 九娘 老祖杀掉那和尚了吗 安国鞋问着一脸 别人欠了他三万两银子 表情的取九娘 取九娘抬起头 先手一拍桌面 九娘也是你能教的 安国鞋哼了一声 别人怕你 我可不会怕你 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取九娘双眼里 仿佛有沙暴酝酿 老娘让你滚 听到没 滚 安国鞋勃然大怒 可看到取九娘冰冷的眼神后 又冷静了下来 能震慑九娘的是老祖 不是自己 若惹恼了他 被他教训一番 只要没有闹出人命 老祖肯定不会出手讨公道的 毕竟他的大事很多很多 而且 取九娘背景神秘 谁也不知道 动了他会惹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好汉不吃眼前亏 安国鞋低下头道 还请掌柜告诉我 之前那一战的情况 取九娘粉唇如动了两下 脸上挂着不屑的表情 力声吐出一个字 滚 安国鞋身吸口气 拉着孟奇走入大堂 朗声道 谁能告诉我 老祖与那和尚交手的结果 马匪三人众的老大 那位跨着腰刀的沙克讨好地道 安国老大 老祖宗与那和尚 一路站到了汉海里 之后 我们就不清楚了 安国鞋眼皮跳了一下 那和尚竟然如此强横 此时 小二送菜上来 小呵呵地道 小的厅长跪讲 他们一时难分胜负 沿路打到汉海深处去了 尚未有人返回 安国鞋尘赢了一下 决定马上带着小兔驴离开流杀吉 返回哈勒 免得老祖杀不掉那和尚 被他掉头堵上 途中 只要拷问出难门功法 立刻就杀掉小兔驴 他顿了顿 再次开口问道 还有一个小和尚呢 自己那三个师弟 有没有完成任务 小二不假思索地道 两位高人刚站入汉海 那小和尚就跑出了客栈 说是要去找师父 师兄 之后似乎也进入了汉海 失去了踪迹 真会去找自己了 孟奇不知为什么 心中突然一暖 可真会蓄气尚未大成 汉海又广袤多显 会不会从此走失 这种担忧很快消失 因为孟奇想到了自己 自己的处境似乎更堪忧 还是先想办法 逃出白头突救之手吧 安国鞋低声唾骂道 三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连个蓄气小城的小和尚都抓不住 回去看老祖 怎么收拾你们 他觉得是穷究生死奥秘的 摩科夫摩全 吓到了那三个蠢货 使他们躲到了远处 问了战斗的细节后 安国鞋提着孟奇背心 直奔汉海 曲九娘抬起头 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 目光幽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然后 他拿出一张白纸 提笔写道 酷老人与少林悬碑战成平手 打入了汉海深处 预计悬碑重伤 酷老人败逃 该因酷老人低估了对方 且没有拼命之心 而悬碑恨意入骨 悬碑两个弟子 一个走失 一个被安国鞋抓住 日后或许会布下陷阱 隐悬背入死局 两者皆有拉拢可能 他舌尖伸出 舔了舔嘴唇 突然异常的魅惑 然后吐了口气 茫然又感叹的低语道 自古天意高难问 他将纸条卷起 收入怀中 没有署名 汉海之中 安国鞋不敢耽搁 只想早点回到哈勒 所以提着孟奇 马不停蹄 一路急赶 但他终究损了本源 伤势恢复不过五六成 连续赶路 还是支撑不住 到了傍晚 不得不找了几块风化岩石的中央 生火烤肉 调戏打坐 孟奇吃了几块羚羊肉 喝了些水后 那种深虚体罚的感觉 消解了不少 只是额头依然发烫 昏昏沉沉 宛如大病 不过 让他惊喜的是 修炼过 一经断骨片的自己 资质改善 经脉骨骼改善 恢复能力比预计强了不少 加上开窍后 甘气生生不息 被风穴道已然松动 体内已有细丝般的内气 开始凝聚 他小心翼翼 缓缓运气 尝试着冲击被风的翘穴 虽然此乃经中 照这门主修功法自带的典穴 冲穴法门 专业不对口 颇为浅薄 但总比没有好 这个过程中 孟奇始终关注着安国邪的举动 发现他服用疗伤丹药后 一直专心于恢复伤势 无暇踏骨 距离翘穴 被风已有半日 他们本身松动了不少 所以 孟奇冲击之下 愈发遥遥愈坠 第八章 真正的机会 一丝丝真气汇聚 形而往上 冲击着堵塞的翘穴 虚弱生病的孟奇 强行支撑住精神 保持着冷静 按照充穴法门 凝气成刺 狠狠刺向那团 盘踞着自己翘穴的外来内力 扑 无形的声音响在孟奇心底 那团本就松动消解了很多的外来内力 一次之下 溃不成军 穴道解开 孟奇一鼓作气 真气鼓荡 急行冲穴 很快将剩余几处翘穴 全部冲开 真气运转不再晦涩 虽然实力恢复不足一成 连金钟罩自行运转都办不到 但孟奇好歹恢复了行动的自由 也有一定的出手能力了 双手轻轻用力 绳子无声崩开 孟奇小心翼翼地除去最后阻碍 看向安国鞋 他依然盘腿而坐 双目紧闭 调息养伤 心无旁骛 衣衫换了一件 可脖子下方的伤口 还是显露了出来 仿佛一条猙獰的蜈蚣 在缓慢地蠕动复原 孟奇瞇了眯眼睛 想着自己是使用风神腿逃走 还是趁这个机会 要安国鞋的命 一劳永逸 他知道安国鞋重伤归重伤 可恢复也有大半天了 服下的疗伤丹药更是不少 此时伤势应该已经稳定 能发挥出五六成的实力 与自己舍身绝后的状况 有着天壤之别 衡量了自己现在的实力 以及借刀折断的现状后 孟奇自存 就算拼尽全力 罗汉权打中要害 估计也杀不了安国鞋 顶多让他伤上加伤 重伤复发 毕竟伤势稳定后 他的护体刚气 肯定已经自然运转 所以 要么再等待一下 等待自己实力恢复到三四成 要么现在就远钝 而孟奇自身敢于拼命 归敢于拼命 却不是鲁莽没有理智的愣头青 思考清楚后 就决定选择后者 毕竟此地不宜久留 如果这个时候 暴雨梨花真在就好了 孟奇看着姿势太好 让自己有点忍不住的安国鞋 惋惜地想到 接着缓缓起身 踏着神形百变的步伐 悄无声息地往后 一旦拉开距离 就毫无顾忌地施展风神腿狂奔 不再怕惊动安国鞋 突然 他眼前一花 身体一麻 恶然看见安国鞋出现于自己身边 我还以为你会趁机偷袭我的 你上次暗杀我的时候 不是那么不怕死 那么一往无回吗 安国鞋似笑非笑地说道 孟奇惊讶失声 你早就发现了 老实说 怎么折磨你 我都没有顾忌 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只是封住你穴道 没用其他手段吗 安国鞋笑容浮起 在冷月照耀下 显得颇为争鸣 因为我喜欢看到别人的希望 在我手上变成绝望 所以 我要给你希望 给你逃走的希望 然后在你充满希望的时候 亲手毁掉它 你现在的表情 让我很满意 不枉我假装疗伤等待这么久 心里变态 孟奇忍不住暗骂一声 上次这么骂的人是顾小桑 安国鞋笑容满面地摇了摇头 不 绝望还不够 小秃驴 私自偷跑 是要受到惩罚的 他一边说 一边伸出右手 按在孟奇丹田之上 尽力吐出 剧痛冲脑 孟奇被金钟罩和铁布山改造过的肌肉皮肤 全部鼓起 对抗外力 但巨大实力差距之下 他们迅速瘪下 丹田仿佛被钢刀刮了一遍 寸寸碎裂 好了 废掉你的武功 算是惩罚 安国鞋神色之中 洋溢着一种病态的愉悦和满足 小秃驴 不要绝望啊 再接再列 哈哈 你现在 告诉我那门功法 就不会有这种折磨了 我会将你丢在这里 让你自生自灭 怎么样 心动了吧 丹田剧痛 浑身脱力之下 孟奇却没有安国鞋想象的那么绝望 毕竟生死关头都走过来了 这个时候 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 知道 就算可以交出唤行大法 安国鞋也绝对不可能放过自己 于是不懈地转过头 对安国鞋的要求不予回答 安国鞋黑了一声 不再多说 重新封好孟奇穴道 坐下调息 丹田被毁 他对我的戒心会降到极点 逃跑还有机会 孟奇并没有太过纠结于武功被废的事情 在安国鞋真正疗伤后 倒头就睡 努力恢复精神和体力 没有武功的普通人一样有办法逃走 之后几日 安国鞋提着孟奇 在汉海边缘绕行 对他这种久俏齐开的高手来说 戈壁深处的妖兽 妖怪也相当危险 正常情况下 或许能闯一闯 目前身受重伤 还是绕行比较妥当 而孟奇保持着非常合作的态度 耐心地寻觅和等待着机会 这日 安国鞋带着孟奇 抵达了汉海之中一处绿洲 这里原本是颇为繁华热闹的所在 但随着风沙侵袭 绿洲范围越来越小 环境越来越恶劣 绝大部分人不得不离开家园 另寻别的绿洲 所以 一眼看去 这里的绿色之上始终蒙着一层灰败 树木掩映间隔中的建筑物 大部分老旧破烂 只有中央处的客栈和附近房屋 还算修气得整齐干净 而在浅了许多的湖泊另外一边 有着废弃的神庙 宫殿 由于不少商队会经过此处 客栈里的生意还算不错 十几张桌子 差不多都已经坐满 部分是客商 沙克打扮 部分是江湖侠客样子 其中一桌 坐着四位一看 就是侠少侠女的年轻人 他们意气飞扬 肘肘满志 似乎整个江湖正等待着他们征服 分外引人瞩目 踏进客栈时 孟奇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静装打扮显眼 而是其中一个男子 手背上镶嵌着一朵冰晶的雪花 腰间长剑比正常尺寸短了七寸 狭窄怪异 这一切只说明一件事情 他是雪山派 获得下山游历资格的弟子 只有雪山派 才用的是这种形式的长剑 也只有他们 才会在下山游历的弟子手背上 镶嵌冰晶雪花 作为门派标志 而作为持剑六派之一 作为与金刚四等争雄西域的五道大宗 雪山派下山游历的弟子 至少开了两窍 这是一个机会 孟奇默默对自己说道 安国邪外形特异 浮入客栈就引来一道道目光 那位雪山派弟子也不例外 可他玄机皱起了眉头 似乎认出了安国邪的身份 然后 他若无其事地与同伴交流起来 与少林不同 雪山派就在西域 安国邪能不招惹他们 自然不会招惹 拽着孟奇到了角落 点菜休息 孟奇仔细看了看雪山派弟子那桌 发现除他之外 还有两男一女 女的娇小玲珑 五官秀气 谈不上多漂亮 却分外让人觉得清静 一个男的这黑色净装 个头很高 五官普通 正笑容满面地 与雪山派弟子说话 另外一个男的 穿着打扮 外形相貌都像文弱书生 可鼓起的太阳穴 说明他实力并不低 孟奇怀疑 他们都已经开窍了 而那雪山派弟子 身着白衣 长相平凡 鼻梁很高 气质带着几分清朗 雪山派并无恶名在外 不知道会不会伸下援手 孟奇暗自想道 但他并没有鲁莽求救 毕竟不是 每个大派弟子 都像江芷威和自己 能了无真意 搏命手段强横 哪怕那位雪山派弟子 已经开了四窍 其他人若只是初步开窍 联手也未必是受伤的 安国邪对手 哭老人的传承意识不凡 不比大派普通敌传差多少 安国邪又是九窍七开的高手 境界高很多 他默默吃着食物 趁安国邪不注意 偷偷咬破食指 在自己正面的桌腿上 悄悄写下救命两字 等到用过晚饭 安国邪被伸往客栈楼上走去时 孟奇抓住机会 侧头看着那几位年轻侠客 嘴巴张开 比出救命的口型 并往自己做过的方舟挥手 连续三遍 他转过头 跟着安国邪往上 他不求对方能看懂自己的口型 只是引起他们注意 从而发现 桌脚上写的救命二字 然后在认得安国邪身份的情况下 邀请足够分量的帮手来救援 走了几步 安国邪突然顿主 笑着对孟奇道 哎 还是住破庙习惯 说完 他拉着孟奇走出客栈 穿过树林 绕过湖泊 走进了一座破败的神庙 看着安国邪离开 雪山派弟子等人 果不其然皱起了眉头 去孟奇坐过的方桌 查看了一下 他是向我们求教 文若书生低声说道 随手擦去了血字 副兄 要元首吗 被称为副兄的雪山派弟子骤眉道 那是白头秃旧 我们力有未待 而且那和尚身份不明 说不得是邪魔外道自相残杀呢 他不太乐意以身犯险 听见是白头秃旧 少女和黑衣静装男子 都摇头对文若书生道 孟公子 莫要逞强 虽然行侠仗义是我们的目标 但也不能做明知必死的事情 到了下一处绿洲 我们联络几位前辈 再来救援可好 我省的 弄清楚那和尚的身份 才好邀请前辈出手 孟公子沉吟了一下道 今晚我去打探一下 争取有所收获 好吧 你得小心 雪山派弟子板着脸道 破庙内 孟奇刚刚坐下 安国邪就走了过来 呵呵笑道 你觉得 他们会来救你吗 又被他发现了 孟奇略微惊讶 但立刻收敛住了神色 不言不语 就是这种表情 安国邪愉悦地说道 接着蹲了下来 拿起孟奇的右手 仔细打量 刚才就是这只手写的血字吧 你要做什么 孟奇发现 他表情里透出疯狂的意味 我想做什么 只要你交出功法 我什么都不做 还会放了你 若不然 我会一寸寸捏断你的右手 安国邪一脸 你最好不要答应的表情 孟奇咬着牙 冷笑道 请自便 安国邪哈哈大笑 双手用力 一寸寸地捏碎着 孟奇右手的骨头 这种痛苦直钻心头 孟奇差点就晕了过去 之后更是折磨 仿佛受了一遍十大酷刑 下次就是左手了 然后左腿 右腿 子孙跟 安国邪满意地收回手 再次谨慎地 封住孟奇穴道 然后自行打坐休息去了 孟奇躺在香桌前 右手毫无知觉了 只有一阵阵疼痛 让他半昏半醒 还有机会 他竭力告诉自己 昏昏沉沉之中 孟奇眼前一黑 玄机听到了一道惊讶的女声 小和尚 你怎么弄成了这副鬼样子 申请治疗 善公从我这里扣 我拿身上丹药 换取善公 孟奇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机会来了 第九章 小伙伴们的主意 乳白的光芒洒落 浸润着孟奇的身体 就像甘霖降临于酒汗的地方 复苏着万物 疼痛急速消失 丹田重新温润 孟奇精神恢复 赶紧对六道轮回之主道 治疗用的善公 从我身上扣除 我用金钟 赵前四关 和舍身绝换 到了这种地步 孟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反正六道轮回之主 本身就有金钟赵 和舍身绝 而江指卫身上的丹药 说不定是接下来 轮回任务反败为胜的关键 能提前恢复一分实力 就是重要的筹码 哎 不太重要的原则 果然容易屈服于现实 还好 没有触及自己的底线 孟奇暗暗唏嘘了一把 对师傅有点内疚 小和尚 不用见外 我准备了好几粒白草丹 江指卫劝阻道 白草丹是喜剑阁的疗伤灵药 胜过真武派的草木生生丸 和少林小桓丹 他实力日涨 即将下山游历 所以获得资格 去丹药阁领取了一瓶 孟奇臣服于乳白光芒之中 对江指卫等人摆了摆手 能自己解决的时候 还是尽量自己解决吧 老实说 我对少林并没有太多归宿感 嘿嘿 这样用掉你们的人情 太不值得了 只是颇为对不起师父的关照 哎 怎么能叫用掉人情 大家乃生死之交 互相帮助是应有之意 真定师弟你 不也分享了唤醒大法给我们 还指点我兑换 张远山气度沉稳地说道 孟奇连忙道 非也非也 正因为大家是生死之交 所以我才不想 拿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麻烦你们 真到了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 我可不会客气 我脸皮一向很厚 哪怕非常危险 也会找你们相助 比如 轮回任务之中 如果我再次受伤 紫薇 你可不能吝啬百草丹啊 他一边阐述自己的心态 一边隐晦地指出 百草丹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好吧 小和尚 有你这番话 我就不坚持了 将紫薇笑了一声 收起百草丹瓶子 他和张远山 齐正言都知道 孟奇出身杂役院 真正步入五道 是从轮回世界开始 对少林没有归宿感很正常 所以 也就不再阻止 孟奇将两门 功法换给六道轮回之主 大家商量完毕 六道轮回之主的声音 不出意外地响起 疗伤耗费善功160 金钟照前四官 换取善功110 舍身绝换取善功200 剩余善功150 乳白光芒点点消散 孟奇只觉右手如常 力量归来 差点感动得泪流满面 咱又是一条好汉了 安国贤 这次 我会带着暴雨梨花针 红日震鞋刀回去的 你洗干净等着吧 看到孟奇这幅陶醉激动的神情 将紫薇忍俊不惊 扑斥一笑 小和尚 你好像过得蛮凄惨的呀 到底谁把你弄成 刚才那鬼样子的 孟奇回过神 压下丹田被毁 手臂被捏断的噩梦回忆 唏嘘道 白头突旧安国贤 你怎么跑到西域去了 同为人榜有名的年轻高手 江紫薇对安国贤 还是颇为了解 一时有些愕然 张远山也皱眉道 安国贤应该不会 置身入大境的 少林虽然有派僧人 去葛宗门通报此事 但江紫薇等人 还不是宗门决策层 不特别打听的话 并不会了解 孟奇简略描述了一遍 听得江紫薇 齐正言等人 面色沉重 我觉得真常的自杀很有问题 他若是有勇气自杀 当时就会直接拨命杀掉 小和尚你了 再不计 也会选择跳崖 说不得还有一线生机 江紫薇从勇气方面 评价着真常的自杀 齐正言也点头道 换作我 宁愿被抓 宁愿被废除武功 逐出少林 只要不死 就还有机会 六道轮回之主 专治疑难杂症 也就是说 真常不太可能是轮回者 孟奇一听齐正言如此讲 顿时明白了他隐含的意思 那他为何会被诱惑盗取秘籍 若不是自杀 又是谁动的手 张远山则思考着另外一件事情 哭老人刚上玉重线 就能准确地拦截助玄碑大师 很诡异 他九年没有一点消息 玄碑大师刚抵达西域 就重出江湖 也很诡异 哭老人远在西域 玄碑一路行来 虽不算快 但也不慢 除非早就关注他的动静 或有人特意告知 否则怎么可能会知道 玄碑将至 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玄碑到了流沙集 他重出江湖的事情才有风声 之前没有半点消息 若是早就知道了 少林肯定不会派玄碑来 感觉幕后 有只大黑手啊 扶贞针见气氛压抑 特地感慨了一句 缓解这种氛围 将只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笑迎迎地看向孟奇 明艳娇美之中带着几分洒爽洒脱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 小和尚你回归之后 怎么对付安国险 他损了本源 伤势也还未痊愈 实力不足全程十七成 而且 他根本料不到被废掉武功 捏断手臂的我能突然恢复正常 还多了一口利器及戒刀 多了一件恐怖的暗器 所以 有心算无心之下 我就算不用舍身诀 暴起发难斩出断清静 再射出暴雨梨花针 也有不小把握将他斩杀当场 孟奇说着说着 忽然觉得好笑 忍不住付匪了一句 安国邪弱临死知道真相 恐怕会大声疾呼 抵制一切外挂 张远山老成持重地道 不能小事九窍七开的高手 实力的差距太大了 你或许能再次重创他 却未必能杀掉他 击败他 嗯 狂杀神功对普通毒素 有很强的抵御能力 暴雨梨花针未必会致命 江指卫也觉得 孟奇这样不过五五之数 毕竟狂杀神功 并非什么极其无名的功法 兑换谱上价值八千 而安国邪能九窍其开 说明他已登堂入室 不可小觑 他沉吟了一下 继续道 轮回任务的时间 一般都比较短 你不可能再开耳窍 除非结束后直接贯体 可这样需要的善功很多 未必凑得够 而且隐患也极大 轮回任务的时候 你能保证 不用暴雨梨花针保命 齐正言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孟奇清吸口气 确实啊 轮回任务是机遇 也是危险 说不定善功收获不多 还消耗了暴雨梨花针 而自己对安国邪 这九窍其开的高手 也下意识有点轻视 因为交手两次 自己都达到了最初预定的目标 可仔细想一想 第一次是靠着安国邪 不知道唤行大法 也料不到自己掌握了 阿南破戒刀法 并且一刀命中后当即远盾 才顺利逃脱 第二次 则是靠着环境与唤行大法 隐匿了踪迹 形成了类似暗杀的局面 还有舍身绝提升断清静的威力 安国邪想不到自己已经开窍 才造成重创他的效果 而现在 自己这几方面的底细 已经被摸清楚了 安国邪不会再手忙脚乱 红日阵邪刀是重要筹码 却非决定性因素 暴雨梨花针 又不一定能保存到回归 也不一定能对安国邪 造成致命创伤 光靠出其不意 猝不及防 有点太单薄 哎 变数太大 孟琪暗叹一声 看着姜芷威等人道 你们有什么好主意 扶珍珍和孟琪不太熟 怯声声地道 我栽培出了七星海棠 回归时 你若还有暴雨梨花针 我就把它弄成毒液 涂抹于银针针头 要是暴雨梨花针没有了 我有几根它制成的小蜡烛 你平住呼吸 含住解药 悄悄点燃便可 它无色无味 毒性猛烈 安国邪应该无法完全抵御 到时候 你再出刀制敌 他在尼古安长大 还不习惯喊打喊杀 好主意啊 孟琪眼睛一亮 同时暗暗赞叹 扶珍珍在药物毒物上面 真有天分 齐正言仿佛也受到了启发 悲苏清风 一瓶配解药 只要两百善功 以现在的主线任务 报酬而言 应该容易兑换 他是齐毒 安国邪就算不失去全部内力 也会大受影响 我去 小伙伴们都好狠 孟琪听得目瞪口呆 但也大受启发 张远山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 这是一方面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 真定师弟 你还得重新兑换一式薄命招数 毕竟断清静 起不到出其不意的作用了 最好留作后手 当然 如果你觉得不保险 可以让六道轮回之主 帮你开耳翘 这大概需要六百善功 若兑换时间修炼 一个月大概要两百善功 正常兑换天师弟听完 需要两百六十善功 直接帮忙开翘 是两倍以上 前提还是耳翘相关翘学 凝练完毕 当然 六道轮回之主也能包办 如果善功足够 全选是最好的 若不够 到时候就根据善功数量 选择其中部分准备吧 孟奇轻轻汗手 心情放松了许多 半是富匪 半是好笑地想到 可怜的安国邪 若说开翘七的薄命招数 我倒是有一招 将只为突然开口 笑意盈盈 外景静的招数 目前可遇而不可求 孟奇到时候 要兑换薄命刀法 肯定是开翘七的 那种拆分成一式是兑换的 若没有总纲和大部分招数 也就只能发挥 蓄气和开翘水准的威力 文言 孟奇疑惑地看着他 纸巍 你不是指挥剑法吗 第十章 新队友 我说的就是剑法 将只为一脸的理所当然 孟奇觉得 他在调侃自己 于是苦笑道 我不会剑法呀 而且 剑法难学难经 反正 你现在也兑换不了好的 搏命刀士 轮回任务的时候 跟着我学学剑法 也不浪费时间啊 将只为名嘴笑道 分外娇美 最主要的是 我想看一看 我这招剑法 在初学者手上 会暴露出什么破绽 方便我修正 嗯 你有不错的武功底子了 剑法也容易上手不少 孟奇隐约猜得出 他后面一句话 是想打消自己的为难 可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修正 这是指挥你自创的剑招 张远山 齐正言 福真真 都恶然看向江指挥 他竟然能自创剑招了 说是天生剑客 也小看了他 孟奇也有创造招式的经历 但基本是从断清静的变化中 演化而来 自创部分略等于没有 想不到江指挥 就已经开始融会自身所学 创造新的剑招了 对啊 我想着剑出窝使用困难 一直打算简化成一式 开窍期的薄命剑法 作为日常之用 可之前始终找不到思路 直到将圣灵剑法 友情部分和无情部分 融会贯通 才一下琢磨出了新的东西 结合两者点滴 自创了一式剑招 江指挥坦然说道 接着 他少见的脸饭薄红 如同晨曦破云 明艳不可方物 我自己感觉 在开窍期内 他也算是最顶尖的 薄命剑招了 所以 我取名叫严罗铁 这种自夸的话 让他有些羞难 可 可这不算思传门派绝学吗 而且思传圣灵剑法 会被六道轮回之主抹杀的 孟奇听得颇为心动 他对剑法 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 而且江指挥说得很对 自己现在也兑换不了 新的薄命招式 回归时再兑换 只能花费大价钱直接灌输 或同样花费善功兑换时间修炼 所以 轮回任务的时候 趁机练练剑法 属于不浪费时间的表现 江指挥脸色恢复正常 笑音音地道 他是我新创的招式 仅仅按通两者的少许剑里 算不得门派绝学 也不会被六道轮回之主抹杀 我刚才悄悄问过了 这样啊 可他多半和剑出无我 还是有点相似 会不会被你们喜剑格误缓 孟奇大为心动地问道 阿南破戒刀法真意传承这种东西 要么得水魔功夫 要么得另有机缘 才能领悟出新的招式 新的刀意 江指挥扬了羊头 故意做出高傲的样子 你若在喜剑格弟子面前使用这招 被他们误会 我必亲自出手 追到天涯海角 也要杀掉你这偷学喜剑格绝技的贼秃 贼秃 梦奇表情发炯 内心却很是感动 因为江指挥这明显是在打擦边球 修炼剑出无我和圣灵剑法体悟的心得 新创的剑招 严格来讲 也该归入喜剑格剑法的行列 但既然六道轮回之主 认为这不算圣灵剑法的演化 那相应的 也勉勉强强 可以不算门派绝学 端看江指挥自己怎么想 想到此节 梦奇双手合十 真心诚意行了一礼 不管轮回任务的时间里 自己能否剑法入门 学成炎裸铁 至少这份心意 值得感激和铭记 江指挥也不矫情 大大方方受了梦奇这一礼 然后笑道 还有一件事情 你既然已经开了眼翘 就该修炼金钟照第五关了 这可是实打实的提升 对啊 梦奇轻轻一拍自己的光头 差点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己明明都开翘了 居然没想着 修炼金钟照第五关 究其原因 在于自己还想着 回少林不花上宫的翻阅金钟照秘籍 所以下意识忘记了 在六道轮回之主这里 可以兑换的事情 可现在山高水远 路途迢迢 身边又有大敌 根本来不及等待回少林在修炼 而一旦现在兑换 轮回任务之中 自己很可能第五关入门 对普通利器 和一般开窍高手的进攻 能大幅度减伤 不易破功 至于圆满 那就是水魔功夫了 金钟照从第五关开始 每一关圆满后 有一个封关的说法 取决于每个人的资质 努力 领悟的深入程度等 最高能封到一品 威力强过九品 近乎一倍 如此一来 每一个修炼金钟照的人 不会在每一关圆满之后 实力全部相同 而只有每一关都封到前三品的 最后才有望正的金刚法身 这也是五道常理 同一门功法 同样的圆满境界 绝大部分人都会有高低之分 被将指挥提醒后 孟奇赶紧拿出预测 凡看起来 任务之前的修整不会太长 再迟一点 就会进入任务了 嗯 第五关秘籍 需要两百善攻 孟奇目标明确 迅速找到了开窍期的 金钟照第五关到第八关名录 他们分别需要两百 四百 六百和八百善攻 孟奇想了想自己身上 除了红日阵邪刀和暴雨离花针 也没什么好兑换的了 于是忍住休暖为难的情绪 笑嘻嘻地 看向江指挥等人 各位生死之交 你们看 我这么快就要求 你们帮忙了 直接五十善攻就行了 嘿嘿 我就是这么厚脸皮的人 江指挥忍不住玩耳 小和尚真是蛮欢乐的 你有一百五十善攻 我换一粒百草丹应该够了 这样你就欠我六十善攻了 百草丹是开窍七疗伤灵药 一百善攻一枚换给六道轮回之主的话 不会像秘籍那样贬值 大概能换六十到七十善攻 其正言突然开口 江姑娘 没必要换百草丹 大家凑凑善攻应该还是够的 我有三十善攻备用 百草丹是疗伤灵药 在场每一个人 都可能靠它保住一条性命 没必要这样浪费 要知道 一瓶顶多三四里 那够了 我还有十个善攻 江师妹应该也剩下了十个善攻 张远山双掌一拍到 凑了凑善攻 孟齐顺利将金钟 照第五关的秘籍兑换了出来 然后渐渐地看着齐正言 江指卫等人 各位生死之交 你们得尽力保护我了 要是我死了 你们的善攻就收不回了 哈哈 欠债的人最大 这货太跳脱了 江指卫无语望天 百物阴晕 如天庭 似仙境 几人又聊了聊这半年之中 彼此的经历 过了片刻 有三道乳白光芒浮现 新人 张远山拉着扶珍珍的手 示意她不用紧张 光柱消散 出现了三个陌生人 两男一女 女的个子高挑 五关分开来看都不好 眯眯眼 小鼻子 厚嘴唇 但整体组合起来 却颇为融洽 也算得气质美女 她大概二十多岁 身着暗子静装 脚踏黑色马靴 腰胯长短不一的鸳鸯刀 两个男子也颇为年轻 都二十岁出头 一个浓眉大眼 身材魁梧 肌肉将衣服撑得紧紧的 自有一种豪迈射人的气质 她身上没有武器 让人觉得干净洒脱 一个贼眉鼠眼 笑嘻嘻地打量着孟奇等人 他们都没有出零 轮回世界的惊惧和疑惑 你们就是这次的队友吧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罗胜一 身材魁梧的男子拱手笑道 气场十足 这是我的同伴夏出零 夏丹丹 他们是姐弟 姐弟 这相貌差距也太大了吧 一个气质美女 一个贼眉鼠眼 这是孟奇的第一个想法 紧接着反应过来 同伴 江指卫等人 也疑惑地看着对方 罗胜一笑得很坦然 轮回世界里 经常有不同的小队 被安排着联手完成任务 事后 或许还会合并在一起 所以 这次的任务 要么很艰难 需要我们两个小队联手 要么是阵营对抗任务 总之 都很危险 肯定会死人 看来轮回世界有不少小队 孟奇和江指卫 张远山等人对视了一眼 心中是 类似的想法 然后张远山向前迈步 大概介绍了自身五人 不过他说得含含糊糊 连出身门派都没提 鬼知道对方 是不是将来的敌人 我觉得 我们应该坦诚一些 至少各自的武功 水准地说一说 这样任务时才好安排 我也开了蹊跷 擅长用拳 小有博明 罗胜一当然不会自爆 底牌和武功 只是粗略说了说 自身的境界 小有博明 你是铁拳无敌罗胜一 张远山一下想起了 对方是谁 正是 罗胜一不自傲 也不自谦地回答 看见孟奇懵懂茫然的表情 江指卫传音入密道 做了几件以他的境界 不可能完成的大事 名声大噪 当前人榜第三十位 这比白头突就安国鞋 排名还高 不可小事啊 孟奇轻轻点头 暗自决定 日后不能光顾着逃跑修炼 得找找天地人榜看看了 正当张远山要开口说话时 众人眼前皆是一黑 耳畔响起六道轮回之主 冰冷淡漠的声音 魔坟即将开启 四大门派准备联手 围攻魔教总坛圣火山 消灭对方主力 重新封印魔坟 主线任务一 前往风云庄 加入四大门派联盟 攻伐魔教 打破魔教总坛 封印魔坟 完成奖励三百善功 失败扣除相应善功 主线任务二 阵营对抗任务 杀死魔教阵营的轮回者 每杀死序七七一人 本阵营成员各奖励五十善功 反之每人扣除五十 每杀死六窍以下一人 全员各奖励一百善功 反之亦然 每杀死六窍以上一人 全员各奖励两百善功 最后善功不够者 抹杀